今晚为第二场是四班千二的拆组赛 同房门四号快乐 欢腾6月18号回来的 今场飞马四只 2 4 5 13 好 看看11先保罗城传 上只是谷错了你 今次宿情 试试四班千二拆组 千二 先看落斑的阳光武士 都是跑得很迷 其实功夫都不算做得很多 所以变化就不算很大 首饰大胜后面的匹 这只跑得更迷 希望他健康就定得到 因为我觉得7月1号那场 他都用力挺多的 神科体他就叫保持到的 富禄呢 埋门都是游水 之后落草地跳 但是大闸追下去就一般的 这一货落草地 都没有早前那么好火 叫平稳的 有没有得敲一下法乐欢腾 看不敲中他想不想跑 因为这只卖跑情绪 看出闸那一下 他开心他就追 他不开心就不追 神科肩大体上都是按照水准 胆大威马 还要用到判顿 都扮到明 这一货走过仍然是很松容的 三岁真的很成熟 更惊的幸运拼 这只的爪規是好了的 虽然它小一点 但是以往真的很急很躁 就顶高个头 现在没有了这些镜头 很大进步 前套亲眼 这次辰转就落到 赢马拍档梁家俊手 跳过是起劲了一点 起劲了一点 但是都是初起阶段 不懂得说的 这只武家宝 没什么表现 因为那几年季中 我都有一点沉 但是现在季尾跳回 它又火气 好像好一点 又有点小 希望回来了 季尾 帝豪精彩 讲江口 这只都放松了 以往又要马定基 那个龙头绳 又包了东西 现在不用了 但是它谷草近 沙田就没有什么证明 保罗成泉 这只都是没那么急躁的马 但是它还是有点多肉身 十四档 它放在前面走 陈家熙我怕它未必抢得出来 行运大卿 因为要抢都要问过这只 这只十三档一定跟你走 四班就问的了 看看它放到哪里 是不是可以敲一下追 活力长升 我觉得这只 这只转了去丁师傅之后 明显是唱顺了 这次有个六档 未必输给你前面那只丹大威马 丹大威马 姚本辉也是一只争胜的棋子 争冠军马 看看上一场法律宽恬同场 上次难度是多很多的 一来是十四档 二来是负榜 比他赢马的时候加13磅 三来场地又不同了 赢了有点少雨 这次干块地 但结果表现我觉得真的不差 因为起步你看到那一场 不断推不断铲 希望能够迷得很难 放快了 但回到来 他跟头马那些是心头 我还没冲上来 中间二三名 他现在平头第三 和进马风采 如果不是那么多 就是阻断 迷不来 KK搞了一轮 他应该是表现更加之好的 但我觉得这匹马 未必一定要自己放 其实你是知道 不过是赢完马是放 而上次用回双铜跑法 你今次用到潘顿 瘦僵城 一定可能跟下马跑 同住那些高大威马 都是潘顿赢 所以今次找到他出马 又重磅 但是潘顿又上了一吨位 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匹马 交出水涨 有机会赢 但今场有马走 有些后上马 可能会有点 活力长胜 还有跟好位的首飞大胜 沙拉选了 一对我觉得都可以赚 那一套前途灿烂 这只在后面跟跑 说回活力长胜 这场赛事 刚才提到7月1号那场 前面首飞大胜 又和那只幸运传奇 就火拼了 火拼了一条直路 活力长胜 你看到这里还有一点 拎了头 侧侧的身 走骨上面不是很唱顺 但是你看到他冲顺了之后 他就越扣越近 这只第四 其实我觉得是收货有余 跑多步第三 再说近一点 就是因为这只活力长胜 是休息了之后 那场影片看到 是他復出之后第一场 今次热一次身 我觉得神父 我见到他站立了一点 还有看到丁师傅近排 处理这些转仓马 都挺急进的 诚世宽心 都是容天盘转出来的 就很快交代了 天生一对 又很快交代了 今次热了身之后 执到绿档又不算太差 仍然有个手绑 这些可以拼他再信步的表现 今次的胆大威猛 最大对手 都要先问过这一只 Alice 简直追的 活力长胜 我简直是前置首位的首饰大胜 其实贵内 一直跑这么多场 他经常都跑得对 就差一点 赢了一场就赢了一点 但是起码 在这四班赛事当中 他都是级数稍微高一点 经常进来前三名 就来炒祸你的 但是赢面就不算很高 因为继络这一批马 经常在阵上 跑落就较为均速一点 加速力就一般般 既然摩雷拉 今季最后一次上阵的话 我相信凭着的档位 可以用回去最佳跑法 看看是否真的可以 前置首位了 另外一只配具 想想一下这只 恒问拼图 应该有一些都分头的 因为上场见他加了眼罩之后 就似乎真的开始有些东西看了 当然了 印证我觉得不算太多 因为那场错事 大底上都放了一些 前面走的马就较稠了一点 他都算是后面追上来 虽然对于前面会长之星 和金庄令那些威胁不算很大 但是你见他其实在马垫中间 左翻翻翻翻翻 他有点那么多是摆側了身 但是一路骑下去 这只马都挺受骑的 一路都是撲上来 持续有个小的 但是开始神货见 这只马的走鬼 和以前真的完全是两个模样 季初见他还是很小只 很濕身 即是很紧张的马 周围拎颈额头 但是现在神货见 刚才田厅看的那条片 看到都开始没有了 走鬼顺滑了之后 开始阵上有证明 这些配角就可以拼一拼 你说信心拼Vin 就未必去到那么大信心 但是又是那些三四重彩 这些冷脚就可以想得过 那么这场赛事都研究完了 休息回来我们来看第三场